欢迎进入六个核桃超脑少年团 六个核桃开启智慧脑力超群 灵光岛冒险进度加载装 六个核桃开启智慧脑力超群 欢迎来到由经常用脑要多喝的六个核桃 独家冠名播出的成长竞技真人秀 超脑少年团灵光季 六个核桃超脑少年都爱喝 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本节目由吃了做题不上火的港荣蒸蛋糕 各约赞助播出 灵光一线世界改变 欢迎来到灵光岛 欢迎来到灵光岛 今天是我们灵光岛联盟对抗赛的第三场 是一场三分赛 那当然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之前的对战当中 翔龙勇士队连赢两场及五分 所以目前就暂时安全了 今天将要出战的两支联盟就是 我们队 还有幼稚园队 我们队少了一个人吗 我们有一位队员请假了 因为他相信我们三个的队员就已经能打赢他们 我听说两队昨天晚上连夜进行了队内的总动员是吗 可以透露一点点动员的内容是什么吗 其实我们俩的任务就是陪同 就是干熬 我已经看出来了熬了不少了 老了不少 面色憔悴嘛 面炉菜色嘛 我们队的思想工作其实就是劝队员早一点睡觉 所以我们比他们早两个小时就去睡觉了 养足精神 这也是策略的一种 两队在今天的比赛之前 有没有想对对方说的 希望你们好好打 让今天的比赛好看一点 扣气不行 我们队派葛队来回应 我派宋队来回应 葛队说比赛之外的事不要找我 我们会尊重我们的对手 所以你们要好好比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好 两队联盟请坐 期待你们一会儿的表现 今天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呢 赢的那一队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灵光岛冒险 输的那一队就很可惜地要止步于此了 对啊 所以现在呢 家长间的家长们肯定更紧张 我们来听听看 今天我们这儿的氛围确实不太一样 之前我们真的是欢声笑语 特别期待孩子们上场 然后今天确实压力大了那么一点点 我们来听一听 葛轩柔 妈妈跟孩子说几句 葛轩柔 我相信你今天跟你旁边的这位兄弟 兄弟同心 齐力断金 我们队一定能成功 好 加油 荣欣 每当你面临了很多压力 你有很多任务需要做的时候 你经常会对自己说 多说啥呢 干就完了 其实我们刘荣欣原先呢是一个田军队的 完了 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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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教练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 他不好意思 小刘同学就把耳朵捂上了 不好意思 他不好意思了 他们田军队给他取了一个小外号 叫小吴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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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让我仔细看看 我认证了 真的 把这个名号传出去 谢谢我们家长们的祝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场骑士对决 本场骑士对决为数字猎人 两支联盟各排出一位骑士出战 两位骑士分别拥有相同数量的卡牌 其数值分别为1到9 基数牌为黑色 偶数牌为白色 两位骑士每轮各出一张牌 对决中牌面不公开 由联光助手进行判定 数字大者合一分 数字一致 则双方都不得分 最终积分高的联盟获胜 若出现平局 也会加势一轮 这个游戏里面 运气的成分是不是也有啊 有 肯定有 但还是有技巧 每一次出牌以后 你会得到两个新的信息 第一个是你是赢是输还是打平 第二个是对方出的牌的颜色 黑还是白 因为这是机合偶 所以他能算出来什么排名用掉了 对 当然我们考验他们的能力 主要是在重压之下 如何完成博弈和推理 好了 请队长们队内自行商议派谁出战 你们有准备时间 我们来装装样子 那我们派谁上场呢 他们应该会派加商商吧 没事 我谁都不怕 虚我没虚过的 虚这个词在我自己里没有的 我上场这么多词牌 哪一次虚过 对吧 我连你都不怕 在这个游戏上 我觉得你要看对面出谁 对面肯定出许天琪 如果是许天琪 要不要我上 我来 我制定的策略其实是一套 可以通用制胜的策略 打这种博弈的心理战 但如果对方是一个非常规则的人 那我应该是赢的 如果两个人都是计算的话 这实际上是有一个决策应用的问题 如果林凯上跟李莎上 郑林凯跟我来一局 你跟我来一局 李莎干郑林凯 对 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 你上吗 开始了 心理战从现在就开始打了 真好看 准备时间到 请各位出战骑士到比赛区就位 来看看到底是谁呢 三二一请出战 我看到上场的选手是天琪 我觉得天琪可能不会在一开始 就去制定一个非常详尽的战略 加昌骑士对上我 我会成为他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六个合套 开启智慧 脑力抄群 骑士对决即将开始 决斗吧 骑士 看许先起来起牌 我感觉他要盲选 他自己也不看 料查哪张是哪张 这是一个好办法 这是一个好办法 你有一套自己的盘算 你怕就怕碰到一个不按理出牌的人 对不对 混沌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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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拳随机来了 拳随机来了 请双方同时出卡牌 三二一 来吧 宋家昌获胜 获得一分 郑队 不错 他用的是常规高法 就是先出手 一般都是六七左右 对 中卫一点 偏大一些 中卫偏大 宋家昌用的策略 其实是主流的打法 在这种情况下 是大概率会赢的 来 让一手 请宋家昌出卡牌 请嘎嘎 许天琪出卡牌 嘎嘎 许天琪获胜 获得一分 诶 高兴得太早了 政队 就这 当你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出牌的时候 别人是不可能预测到的 对吧 所以我选择盲打 盲打就是 先把结果交给妹妹 请嘎嘎 许天琪出卡牌 请宋家昌出卡牌 2.5.誰 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战 也是这样 对 嘉嘉 许天琪获胜 获得一分 赞了右手 请嘎嘎 许天琪 哇 请嘎嘎 许天琪出卡牌 请宋家昌出卡牌 2 2 宋家昌获胜 获得一分 为什么他出个6 请宋家昌出卡牌 我觉得这一波得出个大的 小的 出小的 出小的 请嘎嘎许天奇出卡牌 好 嘎嘎许天奇获胜 获得一分 这就是全球剧的问题 20换9 该看了吧 该看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要看了 请嘎嘎许天奇出卡牌 他要看了 看了 开始看牌了 他是在看老天爷给我剩下的什么 我选择的是六手忙打 如果在前六手 命运都没有决定你今天会输 那何尝博一博呢 宋家昌获胜 获得一分 3比3 3比3 算打的策略是一个逆向思维的过程 前六手 我是领先的 他必出大牌要博我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先出小牌 跟他拖着 然后最后用大牌收尾 请宋家昌出卡牌 最后用大牌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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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家昌获胜 获得一分 哎呀 哎呀 哦 哎呦 4比3 4比3 请宋家昌出卡牌 4比3 当时临近赛点 正常的情况下 天琪一定会判断我出大牌 去押赢 所以我当时出了一张最小的牌 我想把他手里的大牌给骗出来 请嘎嘎许天琪出卡牌 嘎嘎许天琪获胜 获得一分 哦 试试平 关键对决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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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局 双方不得分 哦 哦 看了我一丁点 哦 天呐 最后两张牌 顺势一掉 就好玩了 盲打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盲打我输得很正常 我赢了就是赚到 所以第一局打平我心态更好 我感觉我站在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至高点上 这是一个类似于石头剪刀布的游戏 就是在对手完全是离心的状态下 你是可以赢的 所以这一把非常的遗憾 来吧我们要加试了 了解更有意思了 因为你可以总算有机会了解对手 了解对手以后你怎么变 才是很有意思的 是 又开始了 不要让孙雅昌知道他的套路 只要没有套路 就不会被别人猜到套路 是的 这才是全随机的意义 从这个游戏机制上讲 全随机就是能型的 而且天旗是半随机 在前期完全不透露对方任何的自己的策略信息 然后后期再用自己的策略去扭转战局 我就觉得他赢面是还挺大 请双方同时出卡牌 还真盲选 算上还是相同的策略 宋家昌获胜 获得一分 请宋家昌出卡牌 我没有准备第二套战略 我也不知道天旗是否会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赢 请嘎嘎许天旗出卡牌 宋家昌获胜 获得一分 还能赢 请宋家昌出卡牌 第三轮必须出一二 三号 三号 嘎嘎许天旗获胜 获得一分 一换了个六 对 这一波是带片牌 对 请嘎嘎许天旗出卡牌 请宋家昌出卡牌 宋家昌获胜 获得一分 二换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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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二换九 请宋家昌出卡牌 有点不一样 下下牌不大 嘎嘎许天旗获胜 获得一分 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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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家昌难了 天旗应该开始翻牌了 他应该看 对 天旗该翻了 该翻牌了 请嘎嘎许天旗出卡牌 漂亮 开始算了 开始算了 天旗翻开剩下的四张牌之后 比较一下 就能发现 天旗的牌可以赢下加昌的大部分的牌 而最关键的就是加昌手中一张数字8 如果8输了 那么宋家昌就没有任何射错 看一下宋家昌的不都算了 看一下宋家昌的不都算了 请您 精彩稍后继续 港容蒸蛋糕提醒您 精彩继续 六个核桃开启智慧脑力抄群 快上天猫惊冬及线下购买 超脑少年都爱喝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本节目由吃了做提不上火的港容蒸蛋糕 特约赞助播出 数字赋能 致算未来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 特约赞助播出 开学在家自主学 就用科大训飞AI学习机 真AI 真精准 快上电商及线下门店搜索购买 吃好醋 选恒顺 本节目由超脑家庭都爱用的 恒顺香醋六年成 指定赞助播出 看一下算了算了不都算到啊 这一对牌的胜负 请嘎嘎嘎 获得一分 对方有一张9 他真的出大的被人猜到了 天奇用的是做冒险 我就敢打敢拼一下 正好宋家昌的最大的牌18 这一对牌的胜负 其实就决定了整场牌的结局 请嘎嘎 许天奇出卡牌 请宋家昌出卡牌 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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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 许天奇获胜 获得一分 孙女昌他会怀疑自己了 请嘎嘎 许天奇出卡牌 请宋家昌出卡牌 他怀疑自己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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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会出大的 嗯 因为他怀疑自己 所以他必须出大的 是 宋家昌获胜 获得一分 最后一个了 请宋家昌出卡牌 嘎嘎 许天奇获胜 六个核桃开始聚会脑力超群 恭喜幼稚园联盟获得胜利 哇 牛 来 两位初战队长 先说说打法 打法就是前半场看命 后半场再算 就是我看我的比分落差 就是我看我的比分落差 我就可以基本上推算 家昌会打多少大的牌 然后我再拿四张牌 我去做战术 如果说我前半场我是落后的 那我觉得家昌这个时候 他可能会保守打法 这个时候我手上的牌 我就可以打得寂静一点 其实你们这一局的 那个胜负手 是家昌出的是 他手上最大的牌 而你正好出了9 因为你刚从盲打中间突破出来 我没想到你一激进 就直接掏出来最大的牌 而他那边按照他的节奏 也是出最大牌的时候 就把8给干掉 这个优势就一次积累起来了 嘎嘎 许天琪获胜 要不后面露似水手 还真不知道 其实这个我是和降龙勇士队学的 怎么说 就是要激进就要疯狂 我能问一下吗 你们队伍的这个出战 是临时调换的吗 是这样的 我们当时在说完 这个骑士对决之后 我身后传来了无数的声音 他们说千万要输 要输 一定要输 都不想要资源卡 美希拿卡的输 没有人想要资源卡 所以最后就是派我上场的话 可能这个随机性会大一些 帮他翻译一下 就是我们觉得他输的概率 可能会大一点 哎呀 让我找舞一下 好吧 那家长请先回位 谢谢 现在他们是有魔咒的人了 看看来了 好的 来吧 一起 请选择资源卡 这个 来 欢迎来到超脑少年团 发行玩偶现场 又是没啥用的牌 如果是天琪的表情 我一点都不信 如果是郑林凯的表情 我觉得我更不信 他们现在从表情到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说吧 你们要不要宣布一下卡的内容 那肯定不公布了 我们入座吧 要不就 好 好的 那接下来就要正式进入 今天的灵光冒险任务了 请灵光带领我们进入到 今天的冒险事件 吃快港容蒸蛋糕 做题不上火 各联盟请查收最新 灵光岛冒险日报 灵光岛冒险日报 近日 由于未知元素干扰 不灵灵小镇秩序紊乱 据可靠消息 街上有一片神秘灯海 使小镇恢复秩序的密钥 就藏在灯海中 本次任务 需要各联盟派出两名上年勇士 和一名骑士队长接力完成 勇士们先破解被加密的名画 得到隐藏在画中的电路图碎片 将碎片拼合得到完整电路图 按图制作出电子设备 最后由此事队长携带线索和设备 前往神秘灯海一探究竟 率先得到正确密奥的联盟获胜 非常听不清 秘灯海一探究练 神秘灯海一探究 情大很 Nap 博焱称之为本季最难 还好不是我们比 眼前的这些画作 可能有些朋友 还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能不能请小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现在场上的这些画 都是西方美术史上 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 他们很多的话 其实代表了当时艺术界的 艳格的一个方向 像我们看那个22那幅画 这幅画是很经典 很传统的镜物画 它非常清晰的线条 非常明确的光影 非常写实的风格 其实好几百年来 西方的美术大多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一切 从印象派开始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一个处在一个 从客观转向 内在精神探索的一个过程 好厉害啊 我只是问了一个问题 你给了我一篇论文 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 我们现在在这里聊 什么印象派 什么野兽派 立体主义什么的 我们好像是 对于这些前辈艺术家的 一种尊称 但其实最开始是 对他们的戏程 在他们那个时代当中 其实是不好的词 所以我觉得这个想跟在场的很多的年轻的同学们 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们肯定会受到来自老一辈的很多的批评和质疑 选择性的去听 老一辈要发话了 我跟Dogadway呢 经常会怼 但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怼 而是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呢 有各种各样的 对吧 那回到我们这道题 这个题呢 会让我想起来 我们之前做的那道画中画 的确是有点像 是不是 所以他的玄机到底是什么 请魏教授给我们解释一下 今天我们的挑战的第一步 其实是在两幅看起来非常相近的画里面 找到里面的线索 你看这是两个程序员在聊天 他知道什么了 但我们肉眼看来 好像没什么差别 完全没差别 但是全都隐材在图片里面 那我们下一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每一张图片背后全都是数字 什么东西 因为图片其实是一个一个的像素 每一个像素它的颜色 红色 绿色 蓝色来表征 我们叫RGB 它各自的强度就是个数值 所以每一个像素点 实际上可能对应着至少三个数值 你看这个像素 它的颜色其实RGB就对应着这三个词 那我们怎么把信息藏在这个图片里面呢 某一些像素 我们可以改变它的RGB的数值 我即使改了这个像素 我们肉眼还是看不出来 你看这两个颜色也太相近了 在我把密码放到里面之前 图片是这个样子 放完之后是这个样子 肉眼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用程序去找出所有像素的改变 因为这些数值的改变就是你们的解题的线索 所以整个挑战的第一步 你要把引写后的图片解码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接力赛 哪一部分的难度更大 我觉得每一部分都非常的重要 其实第一部分当然是软件方面 因为你需要把电路图可以使用神医给解码出来 对 然后剩下就是硬件了 硬件你要需要完完整整地把那个设备给做出来 有了那个设备才可以交到我们队长手上 队长的职能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拿到这个设备 他需要用他的脑力还有体力 可以迅速地解码出来 目标的登在什么地方 魏教授为什么要特意强调体力这个问题呢 对呢 我就担心某些队长呗 在我们这个节目里 魏教授说的某些特指的郑林凯 所以我理解这个就是一种加密的技术 对 我们有时候叫引写术嘛 其实引写跟信息安全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引写和加密可以说是一样 但其实又可以说是不一样 因为你把一个东西加密完 它其实会非常混乱 你能看得出来这份混乱 但引写的主要地方 就在于这个影子 它是把信息藏到这里边 从外面上你就看不出任何差别了 其实就好像有的时候 电影做版权保护的时候 也会通过同样的方式 去找到那个盗版者 对 对的 好了 请各队赶快进入补给站 进行备战 柯大讯飞AI训习机 真AI 真精准 联光任务规则已发布 请各联盟回到补给站准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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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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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场的选手 大家其实达成共识吧 对 软件还是小马上 然后硬件是荣心上 对 绝对相信你们 能让我们两个人留在这个岛上 也能让你们自己留在这个岛上 我很有自信 对手的实力是在我们之上的 但是我一直相信 奇迹永远发生在想创造奇迹的人身上 我就是一直信由这个奇迹会发生 你们放心玩你们的 我相信你们是真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最后一棒是由我来搞的 哪怕我们前面有一点劣势 我都给你追回来 还有人会不相信你 对 对 大概率是这样子 首先葛轩荣是肯定会上的 因为他的软件能力非常的强 硬件的话 本身因为他的手不太方便 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但是呢 我也很相信正前锋的能力 看上去像是没有选择 但其实他准备的非常的充分 他解出来了 你看我们葛队速度可快了 葛队永远的神 因为正队一直都是一个 特别气定神仙的人 所以你不用被他的状态所影响 嗯 他影响不到我了 对 我当时心里没有想什么东西 我就想着要赢 好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资源卡 一个是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一个是给你们一个正确答案 肯定给队长 因为我处理的话 其实多一个少一个都没问 都一样的 他可能给的信息太少 我无法直接害 或者说无法判断 它是哪一个零不见 好 那我们就确定了 我就用到我自己身上 可以吧 可以 这是我今天吃到的第一颗定心丸 有一个正确答案 我能够就稍微缩小一点时间的差距 然后我反正就更轻松了那么一点 不管前面资源卡有多少魔咒 至少这一part 我觉得资源卡它是一个好东西 你拿到这个资源卡之后不用它 这样的话恶影就不会到我身上 后来我们发现说 这个资源卡其实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资源交给了队长 对于你们来说 能够保证完成这个东西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快逐 不要任何优雅 不要任何优雅 没有优雅 就是刘仑仙 猛 我们是现在出战是硬害思维 对 好不好 我刚刚有个想法 就是说我想对他进行那个批处理 六张图都拿下来 然后我们突刺转 突刺转把它弄 那变成一个字符串 然后加到这个结尾就好了 那也可以 你先试一次吧小马 你先试一次吧 好 小马上场之前 灵光乍现 批处理 我是很慌的 然后我劝了他一句 我说小马 咱们球稳 就不要尝试新的东西 对吧 万一有点问题 我是不担心会比郑林凯曼的 我担心的唯一一点就是 本来是稳赢的 但是由于压力太大了 造成失利 这个事情发生在对方队伍的 可能性上要比我们高太多了 好 代码打完了 你这边顺利吗 这边暂时挺顺利的 好 这解的很快 很快啊 这 很快是不是 真棒 吃快港容蒸蛋糕 做题不上火 备战时间到 请各联盟前往任务大厅 集合 打完了吗 没呢 还差一球一行 你如果没有把握 不要打匹处理 我要打 我必须得读一把 你有把握吗 从事 我有把握 我要读一把 那就打 你有把握你就打 我感觉一个孩子赶在这个台上 选择去挑战 挺有种的一场 我作为挺有种的队长 我必须去认可他这个点 今天比赛想不想赢 想 能不能赢 敢不敢赢 有 OK 走 走 开饭了 今晚吃成队 耶 今天要好好观察他们的战术 他们实力过硬 刚揉并济才能赢 比如港容蒸蛋糕 实实在在的原材料 软软糯糯的口感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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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微博 关注超脑少年团 和少年们一起打开超脑宝藏 进入超脑少年团脑力测试期 用超能脑力解决难级 本场三分赛是一项需要接力的项目 现在两队联盟请公布一下你们的出战队员 幼稚园队将派出我们的郑林凯队长刘荣欣 还有马明霄 我们队派出的是 我自己 还有我们的队长葛生荣 郑前锋 好 中国移动 数字赋能 致算未来 请出战队员到舞台中央站定 在骑士对决当中呢 幼稚园队获得了一张资源卡 请问你们要使用它吗 因为你们刚才说的是 可能会产生不实用的情况 对 但是这上面的东西给的太诱惑人了 你没有抵抗就这个诱惑 完全没有 资源卡的内容是 给队长一个正确答案 或者给队员一个正确答案 真厉害 是很诱惑人 但是你忘了资源卡魔咒了吗 你们现在又有一次机会 可以打败魔咒了 想不想 想 对 那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家长间 我估计家长们紧张的 这个心都要跳出来了 对 是的 现在这会儿就特别紧张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田丰妈妈 有没有跟自己孩子说的 我知道你今天跟 葛湘龙的这一战 是背水一战 但是我相信你们俩是天作之和 然后妈妈虽然嘴巴特别笨拙 没有非常法力的词语 可以为你们呐喊 但是妈妈相信你们 冲吧 我们队加油 那个 肖肖那个状态挺好的 她那个昨天晚上 我看您状态不太好 紧张得一直在抖腿 你看你爸爸那么紧张 你有什么话 想对你爸爸说的吗 还是那句话 不要紧张 我可以的 我天天在调整我的状态 但是我发现 我跟不上肖肖的步伐 今天早上 她出房间的时候 还又跟我说说 爸爸 今天无略胜负没有关系 只对那个过程负责 结果吧 咱们顺习自然就好了 人总是在逆境中成长嘛 这一次来 我觉得你是逆境最多的 就是小小的身体 背负了大大的能量 特别棒 你是我心目中 最佳的超老少年 妈妈吧 好骄傲 好骄傲 谢谢我们的家长们 谢谢小亚 那接下来 我们也要开始助力时刻了 金核桃到现在 我们只点亮了四颗 距离解锁 最后的名额 还剩下两颗金核桃 某人到现在为止 没点亮过一颗 是我吗 太好了 我们经常用太少的数据 下太大的结论 比如说看我压错几次 就说卫老师不准 今天我要你们看看 到底准不准 好 小马你希望卫老师选你们吗 希望 你希望啊 对 做好事想准备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赢了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下打破两个魔咒了 真聪明 这句话叫做狮子多了不怕痒 我们都拿到资源卡了 反正有一个魔咒在身上 多你个不多 我不喜欢这句话 就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来吧 我们都已经做出选择了 接下来就是你们表演的舞台 请各联盟出战队员到挑战区就位 三二一 加油 我们队一定要赢 加油 加油 六个核桃 开启智慧 脑力抄群 灵光冒险任务现在开启 冒险吧 少年勇士 再来 处理信任务现在先看了一下原始数据 它把两个文件并排打开 所以你又发现两个文件的数字 是不是高度雷同 感觉他俩用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方法不太一样 线朝12组图里面 只有8组进行的引写加密 图片的提取次数是有限的 所以第一帮的选手 需要对比所有图片的RGB的数值 先筛选出被引写的8组图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现在在处理工具 先把需要的零件准备出来 摆一摆打开省一定点时间 因为那个电路的设计图没有的话 你不从下手 这时候中弹全在后面的两位软件选手 然后在后面的准备 比较大 对准备 比较大 大家准备 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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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两个不同的文件 两个文件名 文件的格式是 PNG 你看上面就开始 有一行代码写的RGB 它得把那个 转换出来数字 RGB的数字 一开始对比数据差别 浪费了一些时间 后来想到了 可以借助软件查找 之后编写代码 把下载下来的 引写图组 进行解码操作 我对我的代码速度 还是比较自信的 只要稳扎稳打 就一定不会失误 压出五吗 你觉得最后谁会赢 谁会赢 不知道 这个项目应该是 目前为止最难的一场 还好我们队不用比 加昌 不可以紧张 谁轻松谁赢 所有的紧张 我们在台下来承担 好吗 来个咯 放心 我没记错的话 她代码应该得很快才对 不知道 你让她烦我 我怕你打扰她的心态 哥哥 你觉得还没人 真的 彭生 你对这次项目有什么看法吗 我管她呢 我管她 可是这是你们对的呀 你不能不管 我管她呢 能赢就行 超快 葛雪原的策略就是 边改边弄 就是我总会有阶段性的成功 我们队已成功获解一张电路碎片图 可轩太强了 你一旦能够解构出一个图 其他图就能够解构开来 这个优势太大了 这里我说呢 可轩柔是写一个框架先验证一下 再说 一张一张的来 这边批处理的话 它的代码还差很远 我们队已成功破解两张电路碎片图 哇 这第二招 太快了 他唯一要改程序就是 他把它的那个数据文件改一下 让我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处理 那就对葛兄来说 现在就完全是一个体力活 改图片 你可以说是体力活 对 其实觉得上次还蛮大的 毕竟在我这一块 优势已经很大 觉得自己能赢 有信心 我们队已成功破解三张电路碎片图 我们队已成功破解四张电路碎片图 我们队已成功破解五张电路碎片图 5比0 哇 我就看那个小马能不能又出奇迹了 他一张都没出 他也许批处理 要出就出八张也可能 最好是这样 最好是这样 找不到用户定义的文本 不接受两个参数 文本无效 程序的编写软件 一般会告诉你哪个地方出错 一般他只能告诉的是语法错误 当我发现我写完披荡数的时候 我运行一下 发现说他给我报错了 然后读了一下 他大概一直就说越界什么的 我就明白了 因为这个越界这东西 他是不好处理的 就当时我也是有点慌的 哇 还在处处 我没想到他小小年纪 走了一个这么冒险的路径 我们队已成功破解六张电路碎片图 葛学荣在编程上的优势太巨大了 这个没话说 我们队已成功破解七张电路碎片图 哦 葛学荣只唱最后一张啊 七 齐了 葛学荣远远的超过了马明霄 哦 打印了还是 在打印吗 我们队已成功破解所有电路碎片图 十二 挑战已用时二十分钟 火轩荣已成功传递电路图 正前锋开始焊接 那个盒子里面是关键的领部件 就其他的都是我们叫耗材 各里面的线这样的东西 这里面有几个比如说电路板 一些小的芯片 硬件的难点在哪呢 焊点上不要出错误 首先那个电路图过来 你对这些东西是不是很熟悉 就我们看电路图每个人的理解啊 速度不一样 有一些操作的好习惯 可以帮助你省时间 你看 你看这边的定的自己的队友 等啊 小马就是说千万别紧张 做自己就可以了 他把那个循环去掉了 就不是批处理了 哦 那他还是要一个一个这样输 最后出结果 放弃了批处理 然后只能够一张一张地搞 但是至少还能出来 能出来 不会一直纠缠在那个错误的程序里面 不会 对 这个批量处理 可惜的是最后没有成功 所以说我直接当机立端 就马上换成了正常的手写处理 幼稚园队已成功破绝 一张电路图片图 好 那个最可惜的部分没有问题 很聪明 这其实就是一种随机应变的能力 我怎么合理利用规划这个时间通筹 尽量往上接 幼稚园队已成功破解两张电路碎片图 哇 小马出架了 第二张 漂亮 幼稚园队已成功破解三张电路碎片图 已成功破解四张电路碎片图 已成功破解五张电路碎片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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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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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园队已成功破解六张七张电路碎片图 李永永素质太强了 他是到了那种发现自己批处理短时间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他直接放弃 然后直接在他批处理那种改 改成当现成的 幼稚园队已成功破解所有电路碎片图 挑战已用时40分钟 刘荣欣加油 开始了 我们要全体反击 马明霄已成功传递电路图 刘荣欣开始焊接 小助手 小助手跑起来 小助手 小助手跑起来 小助手 给点热情 刚刚小助手也没有跑 是公平的 你们球上面的距离 我们距离 哪里距离 太厉害了 这几秒你告诉我 这差几秒 葛宣荣为他们队至少领先了近二十分钟左右吧 刘荣欣要稳一点 我觉得就不球快 别失误 因为对手是正前锋 我有信心与他拉开差距 但是没有想到前面已经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多的困难 为了团队最后能够胜利 我还是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做到更快一点 你看这个手巧就非常重要 汉的点非常细小 真稳的 这是刘荣欣 对 你看那边 你看那边 放在边上 他放的都不稳 这活干的 太粗糙 太粗糙 加油 前方稳住 像钳子 正前锋的那个焊接其实是略显茅操 比如那个孔被堵住的时候 其实是有恰当的工具可以把它通开 刘荣欣就不一样 我觉得他特别的稳 自始至终手都没抖过 他的经验非常的夫妇 杨公 我们队长想听听你的分析 刘荣欣目前是落后大胆 刘荣欣目前是落后大胆 但是他在追正言风现在还是领先状态 就焊接他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焊接顺序调整的不当 就比如说工具的选择和使用 然后送吸速度的快慢 零件焊接的先后次序 再一个就是对电路图的理解 有点嫉妒吧 一直是我有什么不懂的都问我们阳公 结果后来其他每一队的队长都来问博冲 博冲就被他们从我身边抢走了 他已经成为三个队共同的共有军事了 好看正前方的那个形状基本上映出来了 嗯 电池 扬声器 太阳能板 最后了 最后了 他是最后了 他电池 喇叭什么都连接完了刚才 好 正前方好了 正前方设备检测不通过 请重新调整 还有错的 放轻松啊 还领先呢 哎呦 轻点哦 慢点慢点不要急哦 汉阶我以前是有接触过 当然也不熟 现学的话确实有比较简单 我在比赛的时候就是因为现学 导致有一些转换的时候 没有学到 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汉错了 我有好几次去看正前方的进步 虽然那个距离很远 看得很模糊 但是我还能大概地感受到他在干什么 我就开始一点一点地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希望重新燃烧起来 哇 咋了 他就要把他掰起来一样 开始用蛮力了 我当时心里面呢 就想到 狗队留给宋德的时间好像被我用了 我觉得不要紧张之类的 就是至少把它做好 就做得不要有错 差不多要不要安静去 好 总算可以受备工作了 刘工学很厉害 但是赶不上 这个优势太明显了 加油加油 郑前锋设备检测通过 请传递给队长 可以了 加油 加油 快快快 加油 挺棒的 各队就是实力发挥 carry全场嘛 然后 郑前锋我觉得也很棒 队友们给我争取到的这个时间 这是一场一定要赢的战役 在哪儿 在哪儿 那边吗 他在算了对不对 灯泡是靠闪烁来显示自己01 所以他把刚才的阿拉伯数字 转成01 对 2进去 2进去以后 然后他再去观察灯泡 那到队长上面 他们进去以后 就拿到了一些数字 但是你要把那个数字 变成2进去的数字 你碰到的是50个灯 今天只有5个是目标的 但刘工心就差这么一点点 快一点 中心慢慢做 有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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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着急 我就是做到比较投入的 去做我的事情 更专心 更快速地去完成这个项目 快了快了快了 他没问题了 最后几个看点 他起码赢了十几分钟 自始至终 他的节奏就是这个节奏 手都没兜过 好的 好棒 这个时间赢的不是十几分钟 郑林凯跑快一点 牛柔新设备检测通过 请传递给队长 走 好 幼稚园队 一向队长成功传递电子设备 走 走 走 小马可以的 大心脏 接下来交给队长 好吧 好 那一瞬间我的感受就是 哇 终于可以出这个门了 好开心啊 拿那个装置 撒腿就往外跑 这张摆着平六个核桃 哎呀 赶紧喝一碗 有六个核桃加持 没问题的 还有黑可乐可核桃 哇 你心态素质太好了 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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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开始了 孙嘉嘉对着他的 二进制的零一表观察灯 观察到了以后 才会掏出他的设备 嗯 这个声音这么大 每个灯帽只抱一个密码 总共有五十个灯泡里面 只有五个是有效的 但是二进制的数字 并没有写在灯上面 我们是通过灯的频闪来显示的 量代表一 密也代表零 所以队长需要观察灯泡 每秒频闪的情况 迅速地判断出 对应的二进制的数字是什么 频闪和数字对应上呢 就确认了目标灯 队友传给队长的硬件 才能拍上应用场 抽筋之后就能够得到 他提示出来的语音密码 孙家长肯定不知道 在他身后有一个大魔王 正在心夜奸诚赶来 你最好把他的字编卡 现在就抵消掉 哈啰 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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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魔王 进来了 来了 我来了 你好 我终于有机会来玩了 郑林凯热速同样的事情 先翻译 先把数字变成二进制 我都20了 你有压力吗 还商量 还聊呢 还聊起来了 人家已经去掉一个答案了 我其实在观察了 大概10座灯的时候 郑林凯就出现了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心里有一点的波动 因为他不知道 我是从哪里开始看的 所以我可以选择 从20个开始看 这样的话 也许能给郑林凯带来一些干扰 或者说让他更心急一些 要我就告诉郑林凯 我给你解出来四道题了 你有压力吗 还好 好 郑林凯开始了 你别忘了他只要找到四个 你要的第四位是 小姐四位 H 听听听 刚才有一个人声在说话 听到了 听到了 哇 这个声音这么长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策略是 干扰对方 还可以这样作战的吗 可以啊 你看宋战昌一直在放 希望这个卡不会给我们带来厄运 我没看到郑林凯听一次灯泡 他可能在最后才去听 你找出几个了 五个了 五个都找出了 可以啊 可以啊 骗你 哎呀 你真的好坏啊 还搞战术 欺骗 他摊了五十个吗 五十号你知道在哪吗 不知道 到处在飞 到处都是五十号是吧 对 还聊天了 你们有一点比赛的觉悟好吗 看看你的选手 我们其实心里面有素的 心里面完全有素 你相迷惑一下 你那个是来就开启状态吗 不是 要手动开 哦 这箱子怎么还考我听力的 完了 设备有问题 你的设备稳定吗 不稳定 哦 可以 当我的设备出现不稳定时 我是有点慌的 我才想说跑过来是太着急 不小心扯了一下连接线 导致设备出现了小故障 可以的话可以借个设备 哈哈哈 好啊 那你告诉我一提呗 资源卡上什么 来换呗 完啦 全完啦 我给你开光没按 关门 我来换呗 我来换呗 我去月姚 你记得 自己就要去 第四位是小姐之路 第一 第四位是素质二 因为我前面想到过 就是可能我的位置 会给对方带来一些额外的信息吧 本来也是计划着听一个 然后找一个听一个的 我后来想想 就找五个听五个吧 这样也好一点 数字二 懂了 做完了 输入了 他就输入了 做完了 这是结束了 这是干什么呀 六个核套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 中国移动提醒您精彩继续 六个核套开启智慧脑力抄群 快上天猫惊冬及线下购买 超脑少年都爱喝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本节目由吃了做提不上火的港容蒸蛋糕 特约赞助播出 数字赋能致算未来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 特约赞助播出 开学再加自主学 就用科大训飞AI学习机 真AI 真精准 快上电商及线下门店搜索购买 吃好醋 选恒顺 本节目由超脑家庭都爱用的 恒顺香醋六年程 指定赞助播出 数字2 怎么了 做完了 输入了他就输入了 做完了 这是结束 这是干什么呀 没对 重新回去找 孙佳川马上开始对答案了 那一瞬间还是有被吓到 因为当时我已经找出四个了 所以我立马重新复查了一下 最后一个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眼已经花了 在我看来 我臂上已经都还在闪 我觉得也是 这叫视觉后效 是吧 孙佳川你最好快一点 要不你也去试一次 应该的第二位是 数字三 太输了 是 是 是 六个核桃开启智慧脑力超群 灵魂冒险入伍已关闭 恭喜幼稚园队获得密钥 成功恢复小镇秩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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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 哈喽 这么开心啊 这个移动还是挺快的啊 5G超轻数化功能 信号稳定 然后画质也很清晰啊 我都不用家里面好友 我直接拨号过去就到了 你们在那边等我一下 好 拜拜 拜拜 更多精彩内容 运载新浪娱乐 五国综艺新浪综艺 我的神啊 郑林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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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川芳 你只输了一个资源卡 这就不算输知道吗 精彩 精彩 两队都特别精彩 我想请教一下魏教授 那张资源卡在本场比赛中 发挥出意义了吗 发挥是非常重要的意义 郑林凯要找的最后一个密码 就是资源卡的密码 而宋家昌没有找到的那一个灯 就是资源卡对你的灯 所以我觉得郑林凯 你是不是要谢谢天琪 帮你震了这个 这么高费的资源卡 猛的 没有 宋家昌 你最后只差一个密码 确实是自己慢 这是第一点 然后郑林凯刚进来 他就找到了一个 还是我刚听的那一个 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要给他制造一点干扰 然后我又开始做这种 无意义的博弈导致 没有这个时间去说 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们总会有一 一对会输 有一对会赢 但是每一个人的表现 都让我印象深刻 刘荣欣 当马明霄交到你一手上的时候 你大概落后了30分钟左右吧 但是你没有生任何 场上的情况的影响 你就是按部就班 把自己工作完成了 而且完成得非常漂亮 这一点上面 你挽救回来的至少20分钟 真的是非常地棒 葛萱荣干得非常地漂亮 这可能是我在台上见到的 写代码最快的一次 我们队已成功破解电路碎片图 太快了 其实葛萱荣也有报名 上一季的长老少林团 去年的这个时候 他没被录取 编程的基础 一点都没有打牢 但是今年就一年的时间 让你们刮目相看 去年下半年 给他买了不少的 这个编程方面的书 他也就是一股脑子在看 不断地增加他的这个外挂技能 他可以不断地超越自己 他应该没有啥极限 谢谢我们两支联盟 可以回到你们的联盟区 我们每一关的项目 其实是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 包括这个也是 在前半段考的是银血术 对 跟信息安全相关 那后半段登海 是跟我们生活当中 什么样的技术相关吗 就是我们会用光来编码信息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光纤 来传递信息 跟金属线传统比起来 它又轻又便宜又抗干扰 同时它的传输的速度很快 没有任何损益 所以让光来承载信息 可以说是 现代信息技术的一个基石 我想到了中国移动 引领数字化变革 提供一体化算力服务 用优质的5G网络赋能各行各业 也给用户提供了高速上网 和高清通话体验 好 今天是联盟对抗的最后一场 我们要看一下三支联盟的最终成绩 请看 吃好醋却横顺 横顺相组六年成 助力选手们以醋而叫 联盟对抗赛最后一场已结束 三支联盟积分即将揭晓 谁是第一名 按照目前的积分 翔龙勇士对积五分 幼稚园对积三分 我们对积零分 所以我们对联盟的全体队员 将暂时停下前进的脚步 我们对联盟的ody 还要一个人 败一样 我觉得还可以 我们队员们 还有队长们 发挥都很好 彭生 我们的小开心果 你喜欢这次来临光岛的冒险吗 喜欢 其实我特别想跟彭生的外公说一句话 我知道外公对彭生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虽然这一次我们没有能 有更多的机会给到彭生 但是相信他会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很多 他没有让您失望对不对 李彭生啊 他能参加这次超纳舞双天团 他是很幸运的 虽然上场率少 但是呢他没有闹情绪 他有这个集体的观念 说明他懂事了 他还找到了自己的学习对象 他的大哥哥葛炫荣 这也是说明你的进步 是吧 我们下一季超脑少年团的时候 希望还能看到彭生 彭生 你愿意为此努力吗 大声喊出来 好了 你看我们每一个选手无论是胜败都希望再次参加我们的超脑少年团 希望我们的六个核桃能够在来年继续赞助我们节目 六个核桃听到了吗 葛炫荣 葛炫荣 他从小到大从来不为他学习啊或者是什么去担心 他非常有自趋力 我不过是不断给他提供书籍 给他我能够给的条件 让他自己去自由发展 学普利斯顿的数学 学高等物理 然后 葛妈妈你不要哭了 你让我先哭一会儿 这是别人家的孩子赤裸裸的 降维打击 今天在比赛规则内 我们在这场规则上输了 但是每个人呢又都赢了 前锋 他今天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让自己摔倒在错误里 他挣扎着爬出来了 正前锋设备已检测成功 超越了他自己的挑战极限 葛队不用说 真的是非常称职的葛队 葛轩蓉远远地超过了马铭肖 我们队已成功破解所有电路碎片图 葛轩太强了 第一棒队员已完成赌线 葛轩蓉已提交答案 彭生可能出场的次数不是很多 但是所有的比赛 他都会在场下给我做解说 还有今天我们队因为考试缺席的景田 其实他是我们队的太阳花 他也在这个舞台上惊艳过所有人 也想跟他隔空说一句 我们也很爱我们的太阳花 好暖 从头到尾我都支持着送礼这个团队 因为总有一种力量 它让你感觉不到绝望 总有一种力量 在99%输局的情况下 依然奔赴着那个1% 其实林光岛我会把它想象成一个夏令营 离开了这里呢 其实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人生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 所以一定有机会 在更广阔的外面的世界相见 在顶峰相会的 好 队伍的成绩看过了 来看看我们三位 本期金核桃的助力情况 六个核桃开启智慧脑力超群 经过助力 守护团成员已点亮了六个金核桃 成功增加一个 灵魂宝藏振夺站的名额 在这里我们也要恭喜 降龙勇士队和幼稚园队 进入到了联盟对抗赛的第二阶段 进入这个赛段之后 你们面对的挑战会更加的严峻 所以少年勇士们加油了 孩子随围棋 随国际象棋 随中国象棋 就上有道动红棋院APP 登陆腾讯视频 观看节目更多精彩发续内容 您有一封新邮件 请查收 荣兴看到你站在场上 微笑自信的模样 当你们队已经远远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 你转身面向队友 默默地为他加油时的模样 当你扛住了巨大压力 全神贯注 奉起直追的模样 妈妈为你点赞 你场上的表现出乎意料的精彩 你站上了自己 你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当你们全队配合 终于赢得这场背水一战时 妈妈的语言不够匮乏 只剩下为你欢呼 荣心你真棒 你是一个正直阳光 有着超强责任心的孩子 你充满了正能量 内心是满满的爱 你肯吃苦 性格坚韧 妈妈觉得 做任何事情努力很重要 结果得失却不必太在意 你已经实现了自己来时的愿望 妈妈希望你接下去 继续紧密合作 好好享受比赛的过程 荣心 你努力的神态最帅 荣心 继续做好自己 妈妈 六个核套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六个核套开启智慧脑力超群 快上天猫惊东级线下购买 超脑少年都爱喝 数字赋能 致算未来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专业是选热门的还是热爱的 大学是选学校 还是选城市 其实就是跟我们每个人 息息相关的事情 我们先说说自个儿的情况 都是选的什么专业 什么大学 我本科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然后选的是精管学院的 市场营销专业 研究生是香港中文大学 文化管理文学硕士 我是武汉大学新闻语传播学院的 播音语主持专业 然后修了一个英语的双学位 好 那我本科是北京大学新闻语传播学院 广告专专业 研究生是纽约大学义业 是真的义业 真的 义业 好 我本科是华东理工大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 我的研究生是华东师范大学义业 其实可以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在纽约大学读的是教育专业 我觉得不太适合我 这是不是就证明了 应该选热爱的而不是热门的 妙就妙在 它并不是一个热门专业 我以为那会是一个我热爱的专业 曾经以为 然后我到了之后发现那个专业的课程设置 实际内容和我以为的就不太一致 然后我就回来了 所以雪芹的答案应该是选热爱的专业 而不是热门的专业 不是的 不是的 就是我的答案是 你要了解好你热爱的是不是真的你热爱的 还有更深了 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热爱的就选热门的 不对 就总得选一个 我觉得真的选热爱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你实在没有热爱的就选热门的 最后话的问题在哪儿 我觉得不要选热门的 如果你根本没有热爱的你选什么 我没有热爱的我选个喜欢的 这是热爱的最后一步 好会重换概念 但是有的人就我学的时候 我就没有任何一个热爱的专业 那时候哪有概念 你知道啥专业 当时我高中的时候 他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我同学说你就抱那个 我说行了 我抱那个 但是你最倾向的还是选热爱的 如果你有热爱的 那一定选热爱的对吧 对啊 有热爱的你要选热爱的 没有热爱的选热门的 我觉得很保险啊 热爱排在了热门前面 那热门到底该不该选 徐天琪应该是持反对意见 我反对意见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热门这件事情压力很大 首先我不说分数高啊 毕业之后 你面临的竞争也很大 总比冷门的 啥也没有强不 总比的啥也没有强不 哈哈哈哈 我是觉得选专业核心是在于合适 但是选到一个合适的专业来说的话 热爱合适的可能性更高 但是热门不一定那么合适 是的确是这样的 就是热门是怎么形成的 大家都选热爱的人多了 就变成了热门 热门是就业市场决定的 对 是往回推的 所以热爱还是比热门重要 因为每个人的热爱都不一样 对啊 我同意 对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讨论的是专业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城市和学校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纠结过 这个答案我感觉很统一应该 未必 他不重要 他都北京大学了 就是没有啥好选的 哦 他的学校就是城市 对 嗨 嗨呀 我觉得你在一个城市读四年大学 或者五年大学 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 你在某一个城市探索打拼四年的机会 基本上来说毕业之后 你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所谓的四年时间 给你去探索一个新城市 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但你真的好心上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错人了 因为大家都是站着说话不腰草的 就是 对 刚好喜欢的城市就是喜欢的学校 确实 确实 哦不是 其实我不是的 我肯定喜欢北京的学校 清北嘛 对吧 但我做不到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考一个北京的学校啊 你为什么不去北京理工呢 这个我 我说句实话 这个时候当时我在选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害怕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城市 那你其实选的是城市 选城市 选城市 我真的是选的学校 但是我曾经是非常想选城市的 因为我是艺术生嘛 那对每一个艺考生来说肯定很多很多人的理想学服都是在 北京上海 对 而且我们去学艺考那段时间也是去北漂的 所以我对北京这个城市感情非常非常深 那你最后为啥选了五大 学校好啊 是这样对 那我唯一的选择也是我心之所向当时的 就是武汉大学 因为武汉大学它作为一个综合的院校给了很多很多 我曾经想不到他会给我的东西 但如果真的要给就是屏幕前的各位一个建议的话 到底应该怎么选 咱们客观一点给一个最后的答案 这个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答案 也不要觉得说这个报纸院就决定了我一生 我要做什么工作学什么 你到学校里还是可以转专业的 人生不是剑嘛 是的 是的 就像今天场上郑前锋的表现嘛 你看那个手的嘟嘱 即使他自己擅长的部分是编程 但是他也并没有说只待在自己的舒适区 而是愿意去突破自己 郑前锋是刚学的汉劲 加油 前锋稳住 在硬件上也算是临危受命 很好地完成了团队中自己那部分的肉体 对啊 勇敢地去做出当下你的新的美好 一个选择 最后一定会到达新知所向 在这里呢 也祝福所有的考生 所有的学生 都可以和你们的新知所向满怀相拥 那今天的超脑青年书呢 到这就结束了 拜拜 拜拜 感谢六个合套 港容蒸蛋糕 中国移动 科大讯飞AI学习机 恒顺相簇六年成 背地丝橄榄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有请孟菲 大家好 今天终极对决 我们不建议你们再输一场 币营 这个节目带动手的吗 真的动手 吓死我们了 害怕害怕 这个挑战他要做一个喂猫粮的机器 你可能要采集猫的图片 好多猫咪 可爱啊 谁去抓猫比对呢 不跟跑 哎呦 哎呦 出不来 猫是不是会配合他 最后两支队伍争胜 胜利的可以进入最终的宝藏争夺战 这不快就开始抢了 我们必须要等一个机会 就是比赛场上的不确定性 还能算吗 有点卡 他现在抢什么呀 他不会爬住吧 不是你怕猫粮了吧